大家好,今天继续来讲诡异恐怖态局,鬼谈星期二,电台中途休息时间,同事小明进来询问点外卖的事,大傻哥让他也顺便帮小帅点一份,说完大傻哥就一直在吹口哨,小明皱着眉头让他停止,因为老人说晚上吹口哨,鬼会出来的,然而大傻哥并不以为意,不耐烦地答应着,小明也出去准备下一通热线电话,主持人照常说完这开场白后,第二通热线电话也接进来了,故事是神秘餐馆,这个戴着红帽的男人叫阿通, 而另外一个戴着耳环的男人叫小A,他们两个是来电台实习的新人,在他们讨论电台设备老旧的时候,阿通他们见到了电台领导老李,老李带着他们来到员工宿舍后,他告诉二人明早到电台报到,随后便离开了,阿通看着眼前的宿舍不住地吐槽着,以为就电台破旧,没想到宿舍更破旧,晚上的时候吃货小A来到了阿通的房间里,他让阿通跟自己出去吃夜宵,就这样阿通跟小A骑着摩托在附近找餐馆,凌晨的乡下无比寂静,阿通看着眼前的景色, 无比怀疑这个点还会有餐馆营业,这时开在前面的小A向他招手,阿通忘了过去,竟然真的有餐馆还在营业,但奇怪的是这家餐馆竟然开在森林中间,两人进入到餐馆里,见到了老板娘张神跟他的丈夫张叔,在点完菜后,阿通发现张叔手拿大菜刀走了出去,当张叔回来时,阿通看见张叔手上拿着沾满鲜血的生肉,好奇心作祟的阿通跟小A表示去方便一下,他来到外面时,在地上发现了血迹,阿通寻着血迹来到了仓库前, 他通过门缝看了一眼仓库,突然阿通听到仓库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求救声 这究竟是阿通的幻觉,还是餐馆里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阿通上前仔细查看的时候,张神突然出现在阿通身后,小A问仓库里有什么? 张神看了二人一眼后,他打开了仓库的大门,然而里面都只是杂物而已 阿通和小A回到餐馆里时,发现张叔把菜都做好了,阿通看到桌上的菜,问小A点了什么? 小A没有回答阿通的问题,只见他吃了一口菜,对着阿通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阿通用勺子咬出一点食物后,他突然发现勺子里的菜变成了虫子 小A以为阿通又出现了幻觉,他没有理会阿通,继续埋头吃饭 他们从餐馆里离开,回到了宿舍里 在阿通睡觉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隔壁小A的房间里传来了剧烈的咳嗽声 阿通爬墙听小A房间室,他听到一个男人呼喊救命的声音 阿通此刻以为是小A的恶作剧,令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阿通跟小A来到了电台 他们见到一位哭泣的大神跟老李交谈 二人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大神的女儿失踪了 老李见到阿通二人后,他先让小A去广播室发寻人广播 帮大神找失踪的女儿,然后让阿通去找同事出去采访新闻 晚上跟同事采访完新闻的阿通骑着摩托回宿舍的时候 他在路上见到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女孩 阿通以为眼前的女孩是白天大神失踪的女儿 他拦下女孩后,随即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小A 小A对阿通表示,大神的女儿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 此时阿通回头看向那个女孩,却发现女孩诡异的消失了 隔天,阿通说起昨晚那件事,小A表示他肯定是遇到鬼了 以前有位父亲来台里找失踪的女儿 结果他女儿当晚就出现在台里了 有个同事自告奋勇地送他女儿回家 当他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却感觉周围的空气渐渐变得阴冷 而车后座也发出一些诡异的声音 结果才得知那个女人早死了 后面每当夜晚,那个女人都会去台里 直到请法师之后才没再出现 晚上,阿通在宿舍看书时 隔壁小A的房间又发出剧烈的咳嗽声 他下床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却见到了背对自己的小A 当阿通来到小A身边时 见到了恐怖的一幕,只见小A正在疯狂地啃食泡椒凤掌 从噩梦中惊醒后 阿通来到了小A的房间门前 他正想打开门 小A刚好开门 不过阿通还是看到衣服上的血迹 他问小A衣服上沾了什么 从此之后 小A仿佛变成了一个阿通不认识的人 阿通跟他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么好了 从每天说话打招呼 变成了不再跟对方说话 几个星期后 阿通发现小A失踪了 他怀疑小A的失踪跟神秘餐馆有关联 于是便骑着摩托来到神秘餐馆 但到达后他惊恐地发现神秘餐馆变成了废弃的房子 阿通进入到餐馆里找到了老板张叔一家的合照 当他发现自己曾经见过张叔的女儿时 这时刚好接到了小A打来的电话 小A对阿通表示 他被张叔绑在餐馆的仓库里 阿通来到仓库里 发现小A并不在这里 从这里不难看出 他们二人此刻并不在同一个时空 大家可以理解成阿通在现实世界 而小A则在鬼的领域内 此刻张叔来到仓库里 发现了求救的小A 阿通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拿着照片找到了老李 他问老李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老李说这对夫妻已经去世了 他们的店也早就倒闭了 原来张叔生前有来电台发布寻人广播 寻找的人是失踪的女儿小美 但他并不知道小美已经被坏人凌辱害死了 而害死小美的坏人是张叔餐馆里的熟客 当张叔夫妻俩了解到真相后 他们为了找到害死小美的凶手 两人把经常来餐馆的熟客绑架了起来 然后张叔对这些熟客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逼问他们有没有害死过小美 每一个被张叔折磨致死的熟客 都会被张叔做成美味的食物卖给新顾客 阿通听完老李的话后 他怀疑小A被张叔夫妻的鬼魂带走了 阿通为了救小A骑着摩托前往餐馆 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前往餐馆的路上又遇见了小美 他见到小美后心生一计 阿通打算带小美去餐馆找张叔夫妻的鬼魂换回小A 他把小美忽悠上车后来到了餐馆里 最后小A被阿通从张叔手中救下 当阿通跟小A从餐馆里走出时 小A惊讶地在外面地上发现了阿通的尸体 原来刚才阿通带着小美前往餐馆时出了车祸死掉了 刚才出现在餐馆里的阿通骑士是鬼 等等 大傻哥一直以为电话那头的人是阿通 但那头悠悠地说 没错 我是小A 大傻哥吓到说不出话 这时同事小明刚好拿外卖进来 大傻哥吐槽到怎么今晚的热线这么吓人 而小帅依然还在睡觉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